今晚我們會來到這間教路的餃子坊吃餃子 很好吃的 湯也很好喝 我先吃了些甜品 黑糖味的 裡面還有紅豆的 黑糖味好濃 湯也很好喝 有很多豆味 小沙閣比較硬 很難咬 我試試這個白菜餃 白菜餃 都很鮮甜 味道是很淡 不會加很多調味料 這個我吃 這個是鹹蛋黃 這個沒有什麼鹹蛋黃的味道 有了 在一大塊鹹蛋黃裡面 現在又吃到鹹蛋黃的味道 好吃 它的芥菜很爽 加辣椒油更好吃 夠辣 這個芝士煎餃 芝士原來是融化 好吃 我覺得芝士很好吃 很野味 不是 我叫野味 我叫野味 芝士好吃 芝士 鹹蛋黃也不錯 有很多 一個菜脯 應該是讓你加入湯 攪拌 不過我吃煎餃 也可以試一下 一個菜脯 加入普通湯 它是辣的 挺辣的 覺得很鹹 很夠味 很爽 希望你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我上次回來 就選了香港十大 我最喜歡的小食 如果你想看的話 就看這部吧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